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屋军裂 瓷砖掉落 项内有6所中小学受损 像是中浦国中就有好几间教室 轻钢架掉落 水管破裂 项内活动中心也有掉落物 县府统计 全县有14所中小学 发生零星灾情 灾损金额超过260万 台北地监署侦办超私进口档案 包括前任还有现任农业部长陈吉俊和陈俊纪 以及中央续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 被在野党告发 质疑专案采购过程 涉及图利等罪嫌 检方今天以被告身份约谈三人到庭 讯后都被请回 而这起事件为2022年 农业部因应国内淡荒 补助续产会 办理鸡蛋紧急调度产销计划 超私公司被质疑未造报价单 需增进口的费用 涉嫌诈领公款 检方将进一步厘清 权案是否涉及弊案 执法人员执法犯法 上星期五 高雄市一名两线二线的原性警官 酒驾行进临雅区建国一路的时候 遭到辖区的原警拦下 酒侧后超标 分局表示 同仁平时考核不佳 酒驾行为影响警域 一次计两大过 免职处分 直书长官还有分局长连奏惩处 不过这起事件却是在事隔三天之后才对外说明 也被明代质疑 是因为事发当时 正值议会咨询警局等单位的日子 高层下封口令来遮仇 日本最新一轮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 执政联盟议席比上一届大幅滑落 无法过半 而在野各党合计算拿到超过半数的250席 但是主要的在野三党合计也不过半 因此未来的政局发展充满变数 有学者分析 日本政治状况不安定 加上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都可能影响到区域安全局势 需要慎防中国见缝插针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